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底下正好接着这个洗的那个槽 超好看的 我儿子当年就用这个 我现在又买了一堆给女儿 就是女版的 这个什么妈妈什么 反正我在亚马逊买的 把链接放下面吧 超漂亮的 他们家特别多的那个花纹图案 就什么样都有 还有那种纯黑白色很酷的那种款 还没有涂唇膏 脸就白白的 没有气色 哦对了 我这两天订了一些童装 回头给你们做一个童装分享 我觉得我买童装还蛮有戏的 整集的vlog都是买买买 你们推荐一个适合 孩子他爸或者你自己爸爸的一个男士睡衣也是我刚买在nostrom买的 就是这个 昨天晚上刚收到 哇 我觉得质量超好的 然后先是买了一套这样就是带花纹的 它其实藏蓝色的 然后上面有这种白白的花 特别丝滑的棉 是比较薄的那种 然后是这个牌子 你们在nostrom上就可以找到 本来我想我给我老公买那个优衣裤的20块钱呢 后来就还是想给他买一个好的吧 那这个裤子我老公穿着呢 待会拍给你们看 上身也蛮显瘦的 它就是有点西装剪裁 还买了这个蓝颜色的 然后你看这个藏蓝色它是上面有斜纹的 所以这个面料的感觉就要比刚才那件要厚 这个就是带一个兜的 然后你看它的扣子啊 就是针线都非常好 一看就是很高级 它的裤子就比较有特色 它都是这种前面 这种继带的 然后后面是有一点松紧的 我很推荐这个睡衣 然后给你们看看就是那个裤子上身什么效果 它穿上就是这样的 就是很轻薄这种款 然后也不会勒身上 跟我好像把你罩得点胖 我现在正在切哈密瓜 给分享一下这个 为什么分享这个桶呢 我是在Bad Bads Beyond买的 这个桶其实用来插那些做饭工具 比如什么铲子啊 什么勺子啊 但是它做得太大了 然后我买了已经好几年了 非常重的一个白钢桶 就是稍微你看都有点秀了 很实用 就是你在洗菜过程中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桶 本来呢 我说厨房需要一个垃圾桶 我让我老公去买 结果他给我买回了一个这个 看见了吗 这个垃圾桶到我这里 就是有半人膏的一个垃圾桶 饭那些汤汤水水 怎么能往这里面倒呢 只用它放一些就是recycle的什么瓶子啊 纸箱啊 你觉得做饭呢 就是最实用的还是水槽里面放一个小小垃圾桶 就这样 那你有就是垃圾直接丢上面 及时的丢到外面就不会很臭 那种大垃圾桶只有不过日的人才会买 说到这儿再分享两个organizer 就是收纳好物 电池收纳 我是在亚马逊买的 然后这个是我老公以前买的 这个应该是在home depot买的 所以你们也可以去home depot看一下 侧面有一个这样的盖子 然后你就可以把各种各样大小的电池放到里面去 有小孩 然后很多玩具 所以需要买很多电池在家里 当然也可以买充电电池 就都有吧 所以就是介绍一个电池的收纳 然后再介绍一个抹布 就是这个 因为我就是从国内带来的 丝膏3M的这个吸水的六层抹布 这个芯的像里面有胶一样 就是比较硬 你知道我把它用水打湿呢 就变得超级柔软 这样 来 浸湿 而且就是越用越柔软 超级柔软 而且很好清洗 因为它中间其实有些冻的 就是你沾上点什么脏的东西 一洗很容易就洗掉了 当然了这种东西不可能一用一点啊 我就稍微脏一点就不要了嘛 然后我就平时就从国内带的 美国就是很少有种抹布 他们都喜欢用那种厨房纸 但是你知道做饭有的时候 就是需要这种抹布类的东西 我就不举例了吧 反正做饭的人都知道 光有厨房纸肯定是不够的 你就推荐这个抹布 哈喽 我们现在准备出门 看 我今天拿一个超可爱的包 以前给你们看过吧 很久以前了 我录视频 那时候还在杭州 就是韩国的陆星园那个漫画师的这种tote的包 里面放了好多东西 一袋一袋的 这一袋是儿子的 还是女儿的奶粉 然后还要带保温杯里面的热水 然后还有纸巾 还有什么小维索换写的衣服 乱七八糟的一包 然后我老公在那儿就是喂孩子奶 一会儿喂完奶呢 就出去简单吃个饭 就吃个披萨吧 主要是今天要去家具店里 是Design Within Rich 就卖很多设计师款的那种家具 厨房要添一个就是那种转椅吧 现在用的是那种餐椅代替 还是不是特别舒服 所以有可能就买那个Herman Miller 就是他们家最有名有那种堂椅 就是好多杂志照片都有嘛 但想买他们家那个办公椅 他们家办公椅的系列也很有名 今天就去Design Within Rich 去坐一下 我们又到了经常来的披萨店 你们看这个就是那天North John买的草帽 超级特别容易戴 很喜欢 不过它有白色的就会好了 去年我就买过有白色的 今天没有只有这种裸粉色吧 就是 这是另外一个馅的好像是泡椒的 哎有老公在真好 我坐在这个副驾驶上等着 他把两个孩子塞上去 我生好多力 我这胳膊腰都特别特别疼 可现在在家日子太少 过两天又要出差了 我要开启一个人带娃模式 今天这个高光啊 用的就是PayMyGraph Lab的高光 好像Emma也推荐过吧 真的很好用 但它不是很日常 你看那个光泽就是泛着金的 属于那种特别亮的高光 如果你喜欢彩妆 喜欢玩彩妆的话 非常值得入 它区别于其他很多品牌的高光 很有辨识度 有自己的特色 做的真的不错 今天西雅图天气好好 你看照的脸是不是特别好 所以光线还是挺重要的 西雅图的夏天特别漂亮 它平时就是下雨嘛 夏天这个一个多月就不怎么下雨 然后今天云有点多 如果没有云就可以看到 远处全都是连绵不断的雪山 这边有两个非常非常著名的国家雾园 进了城就开始堵车 然后远处你们看到了吗 Farewell 也算西雅图的这个地标了吧 好我们出行呢 就是两台车 这是一台 这是两台 好我现在到了 就是这一间 Design with the rich 这就他们家标志性的椅子 我当年也想买一个 但我现在那个客厅好像有点放不下了 哇这个真的好吃 你们知道吗 我最喜欢逛家具店了 超喜欢 看到那个好的家具就想买 看到那个好的椅子就想买 然后就坐 这个是什么牌子 Embody Embody 牌子 牌子 牌子是Helmer Miller Helmer Miller 它没有那个牌子吧 那个叫Howworth 这个 就后面这些都能贴你背上是吧 颜色的选择比较少 没关系吧 黑色 这种 灰 蓝 不要蓝 这蓝太丑了 这种 不要 丑 丑 丑 所以就没有了对吧 那前面那些是什么呀 不 这个是贵的面料 这个是便宜的面料 这个为什么贵啊 这是意大利产 这是贵的 这个是便宜的 对 现在好像是个便宜的面料 它说现在是这个嘛 好最后决定定做了要金属的mat的那种腿 然后上面是白色加灰色的面料 它定做好了到我家再拍给你 孩子来了Space Needle 这边有个公园带孩子来玩一下 我自己还没怎么来这个公园玩过 儿子还小了 他玩不了这个 我老公带孩子去玩了 然后我和妹妹躲在一个有阴影的地方 我可不要被太阳晒 现在就是妈妈休息的时间 热死了 太热了 玩着也就半个多小时吧 受不了了 然后小孩一天也没睡觉 有点困了 我们打算回家了 晚上还要回去做饭 持续带孩子到晚上11点半 加油 哈喽今天是周末 我把电视关一下 我把女儿让我弄睡了 然后饭也准备好了 就只洗菜了 然后我老公在家要加会儿班 所以我要带儿子去水族馆玩 什么他在家 总是看电视要不就闹人 给你们看一下菜在这里 三文鱼我用纸包的吸一吸水 然后芦笋都洗好切好 然后虾仁和这些菠菜 然后米饭是现成的 回来把这些烤一下炒一下 就可以吃饭了 你走了 去水族馆啊 帽子还是得戴上 就是能挡一挡太阳吧 虽然挡得有限 这部分往上挡 省着长班 好 等我到了水族馆 再拍给你们看吧 我上路了 拜拜 大家 我已经到水族馆了 我办的是一个年卡 就是平时领小孩来 一位大人就可以免费 已经上带儿子来 我儿子超级喜欢鲨鱼 你开心吗 我儿子超懒的 来这儿往这儿一坐 就开始欣赏这些鱼 这是鲨鱼吗 这是鲨鱼吧 石头鱼 长得好丑啊 其实我也挺喜欢来水族馆的 就跟小孩看这些东西 就像自己重新过了一遍童年一样 就是海参吗 海参的鲨鱼 是鲨鱼 那是鲨鱼 那是鲨鱼 你在干嘛呀 上蹲下跳带孩子出来 我们现在在gift shop 然后小孩就走不动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不换衣服 我就是挺少买衣服的 然后即使买十件 永远都穿一两件 就很懒得换衣服 也懒得换包 那今天水族馆吃行差不多了 我们一会儿就要回家 要吃饭 然后愉快的周末就差不多结束了 哈喽我从水族馆回来了 然后我儿子在车里睡着了 趁他睡着 没有人炒的功夫呢 我赶紧把饭做了 三文鱼 我现在要刷一点点橄榄油 还有虾 就是拿烤箱烤一下 这个芦笋和菠菜呢 我就用平底锅煎一下 做饭这个空档呢 想给你们看一下 没洗百货买的 这个就是餐店 它是竹子的 你看它那个材质非常好 就是软硬适中 然后这个颜色也很高级 就那种灰色 没洗百货的一些餐桌的东西 我还挺喜欢的是这个牌子 然后还买了这个盘子 这个非常好 是11英寸的 就特别大的这种 是这个牌子是德国制造的 盘子配这个餐店吧 就很漂亮 上面是有那种小纹路的 然后这个重量也可以 就是你在吃牛排的时候 如果盘子太轻 一切的话容易滑 它碟又有这个冷 也增加这个摩擦力 烤好了 给你们看 这边是刚才煎好的菜 我看你们经常说 我们家吃的特别少 那是因为我老公 嫌自己胖 嫌减肥 然后我也吃的本身又不多 所以我们家饭做的都不是特别多 Hello 最近考虑把我不太用的包给卖掉 就我是那种极简主义 看我们家都特别空 家居生活的原则是家里尽量不允许出现那种没有用的东西 所以这种不经常背的包呢 我也看着烦 就想把它卖了 虽然我知道卖了会亏很多钱 那今天第一个想卖的就是这个Tory Birch一个大Tote 这个Tote其实自重很轻的 然后我买来也没有怎么用 这种银色的 里面呢是这种冰蓝色的 然后有一个这个银色的口袋 是纯牛皮的 其实这个Tote还是蛮经典的 但我为什么想卖呢 就是我好像现在背它时间比较少 如果装小孩的东西 我一般喜欢用更轻便的 就是而且上面带拉链的 然后这个呢上面就没有拉链 所以这个包我其实买了之后 拿的次数也就不超过十次吧 还是蛮新的 那第二个我想卖的包呢是这个 是Stella McCartney家的这个链条包 其实我买这个颜色非常经典 是黑色的 然后它是这种仿蛇皮的 但是Stella McCartney是那个环保主义嘛 他们家就不用动物皮的 只是做成这样 这个背起来挺好看的 特别是冬天 就很酷 然后这个链子很亮 但我为什么想卖呢 这个链子真的是非常重 因为它质感很好嘛 它不太符合我现在的lifestyle 我现在带两个小孩经常出去 我再挖一个叮叮当当的这种 就不太合适了 所以那也考虑把它卖掉 哎 其实还是很首得的 但是没办法 我就不喜欢家里有没用的东西 第三个包呢是 罗伊的这款Amazon的这个包 其实这个包非常经典 然后我想卖的原因就是 我觉得它有点旧了 那这款包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我强烈推荐大家 这是我自己配的一个袋子 是扣子的 这种黑的 然后仿蛇皮的 前面有两个扣子 很实用 它里面超能装的 我这个是中码吧应该 什么雨伞 矿泉水水杯 全都能放下 而且自重也不是很重 但是因为它是这种sweet的 鸡皮的嘛 就是时间长了 就看上去会有点旧 卖掉以后再买一个新的 拿着很好看 你觉得 挺漂亮的吧 款包都是适合秋冬的 就是现在看 可能拿着不是特别合适 好那我现在给这个包拍个照 然后给那边的销售发 我去看看 Google醬 Hello 让你们看看我做的 咖喱鸡腿肉米饭 用这个大盘子装 是不是显得特别漂亮 里面有芹菜 胡萝卜 还有那个叫西葫芦吧 这边叫Zucchini 然后还有鸡腿肉 这边是紫米的杂粮米饭 这一盘子给我老公端上去 他要在上面开会 就是这种咖喱 一盒里它是分两块 每个里面还有四小块 把剩下的就是装起来 然后可以冻上 这个可以比如说 你冻一周以后再吃啊 哪一天没有菜了 直接热一个 让给你们简单review一下 我之前有一次淘宝开箱里 买了很多那个硅枣土的吸水垫子 到底好不好用 你们要不要买 这边这个就是一家买 临时用用吧 现在放里面是洗碗液 你看就是淘宝之前 买的这个硅枣土的吸水垫子 就是你看它现在就是有些黄了 首先啊这个东西放在这里 对于吸这个水是非常好的 以前我这边总是一汪水 这边洗东西 那个水经常见到这儿嘛 它有了这个东西之后 它就会把水洗干净 但有个问题就是它自己本身会 因为吸水而变黄啊 变脏啊 它有优点 但是你们看自己的情况吧 决定要不要买 我买了好多块 就楼上就放我那些什么 电动牙刷啊 什么泡牙套的杯子啊等等 就都能达到这种目的 大家早上好 我刚起来 然后门口发现一个特别可怕的东西 看见了吗 有一人膏哎 就这样丢在门口 可能要自己装一下 他说椅子到了 那后面像不像 那个排骨人的脊柱啊 好看一下效果 嗯很漂亮吧 前两天不是Sex打折吗 他就给有些老用户 发那个20%的coupon 然后我一有这种coupon 就完全忍不住 又剁手了买了几样东西 打开给你们看一下 今天没有化口红 就是因为我这里面 买了好几支口红 就打开的时候给你们试一下色吧 先是这个 就是看Viki推荐的 其实很多很多人都推荐过 我就有头皮嘛 但一直没有动心 但是 哎 看到自己喜欢的youtuber推荐东西呢 就忍不住要买了 麦克的这个小织妆 它这个价格好像是原价10块钱 那我八折就是8块钱一个 就两个才能合那个正妆一个的价钱 我买了两个就是特别火的 人人都应该有的色号吧 这是Chili 一个是Ruby Wu 感觉这个质地就是有一点点干的那种 最近我也开始看连续剧了 我以前很少追剧 因为就没有时间 很多那种什么玛丽苏的什么的 我都看不下去 我觉得太扯了 然后最近在看一个很火的 叫沿喜攻略 也不是说经得起逻辑推敲吧 但是起码看着挺解恨的 就是谁惹了那个女主 十分钟之内基本她必死 不会拖很多急 让大家很心塞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创新吧 这里面妆也挺好的 就是眉毛化的很细 眼妆很淡 就清新寡欲的那个样子 里面那个秦兰啊 然后奢侈曼啊 觉得岁月不饶人 但从他们身上看出了时间的流逝 看自己 或者自己每天这么生活 又不觉得说年龄增大了 有很多人说你怎么叫自己阿姨 你不看那些参照物 比如说别人家的小孩 就感觉不到岁月的流逝 但是就是看着看这些演员 你以前觉得特别年轻 那些姑娘现在也变成了成熟的女性 然后你就知道时间不等人 所以呢能抓紧时间臭美 赶紧臭美 今天将是你往后的生命中最年轻的一天 我今天这炸毛炸的厉害 就是没有洗头 所以就随便揪了一下头发有点丑啊 好看耶 这质地也很好 就你把晕开那种哑光的 然后很上色很均匀 它是有些显纯纹了 但是我还挺喜欢这种感觉的 就是显得嘴唇很有质感 像那种干燥的什么红的花瓣啊之类的 好那第二支Ruby Woo 其实还有一个Russian Red 不是也很有名的颜色吗 那个好像就是特别大的大红色 Ruby Woo好像就是有一些粉调吧 看到吧 其实有一些那种美粉色调的大红色 啊好干呐 其实我现在就是非常非常少的 一点点在中间把晕开 它是那种丝绒的质地 就很像那个Chanel那种唇釉的感觉 可是这个颜色特别容易涂得特别massy 紧靠这边蹭的就是 但是刚才也是卸另一支唇膏的时候 把那个粉底弄掉了 哇这个眼的气色好好啊 很显白的颜色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买的那个护肤品吧 买了一个就是Dior的这个系列 它是一个防晒霜 但我看好像网上都没有人提它 是一个雾化结合的 但是防晒剂就加的还挺多的 我最近就比较喜欢用物理的防晒 希望就是对皮肤少一点伤害吧 那前两天从Bloondale也买了一个牌子的 非常好用 但是我先保密吧 然后留到那个护肤红黑绑的时候给你们介绍 那个价格不是很可爱 但真的非常好用 它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SPF50的 然后广普防晒 肯定也有PA的 这种涂改叶的质地 我在专柜试过 我觉得它还算就是挺轻薄的 然后呢 就是涂出来是一种流动性很强的 非常非常水润 然后闻起来就是没有任何酒精的味道 比较香的那种 涂显和自生堂那系列的不一样 就自生堂的会比较清爽 然后这个还是比较油润的 就可以理解嘛 物理防晒需要一些就有一些油分东西 让它悬浮在那里面好均匀的分散 所以就是会稍微有一点涂起来 但是涂完呢就觉得还好 最近夏天嘛就是不用面霜了 就是精华完了直接就是防晒 所以我用物理防晒它稍微有一点油 我是不在乎的 只要满足不泛白后续不搓泥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护肤品买的是这个 这个牌子 这是你们给我种草的Cell Cosmetics 号称什么瑞士极小花 Cell Cosmetics上有那个套装 这种超值套装 打开就这样 还挺漂亮的五金 做的这个拉链 有60毫升的 就是他们家这个明星产品 就是你们给我推荐的这个磨砂膏 据说磨砂比Velmont那个还要细 这两个都是那种涂抹式的面膜吧 我也要用一下 因为你们知道我很喜欢敷面膜嘛 所以就买来试一下看 我还买了一个这样的Dior的那个唇蜜 就是上次爱用品里推荐过 但我这次买了另外一个色号 Dior Pretty 是这种淡淡的美粉色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颜色上嘴呢很温柔 这系列的唇蜜就是非常滋润 然后甜起来还有点甜甜的 有点像润唇高加唇蜜吧 所以我就又买了一个颜色 好那今天小小的护肤品彩妆开箱 你们看在这里 那就到这里了 哦对了我突然想起来 之前有人在微博私信还评论问我 怎么给小孩刷牙 我今天就示范给你们一下 给小孩刷牙的重要性我不多说了 然后我们小孩大概从一岁不到一岁半吧 就开始刷牙 我只用牙膏刷牙 可能婴儿的时候没有正经刷 就拿那种婴儿的手拿着 让他玩一玩 买这种小牙刷 然后牙膏的话就用这种 还有一个叫Toms那个牌子吧 在楼上放着 没有特别的去选什么品牌 但要注意就是含肤就好了 就牙医说的肤对小孩牙齿好 另外你给的那个量要特别少 基本就是要刮一下不要太多 我这个牙刷挺可爱的 就在target买的 它底下有一个小吸盘 就这么一吸它就立住了 还有一个按钮 然后你看它就是闪光 这么触发它给闪可能一分钟还是怎么样 就让小孩说就是这个灯 你要一直刷等灯灭了才能停 那之前网友主要是疑惑 怎么给一岁多小孩刷牙 他会哭闹嘛 我今天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给小孩刷牙的 其实是有一个姿势 等一下这个环节得叫儿子过来 其实我们家小孩已经刷惯了 他现在已经不会很反抗了 那在他小的时候就一岁多的时候 刚开始刷牙他是反抗了 好了配合啊 首先刷牙虽然不能怕小孩哭 看到我的姿势了吗 让小朋友头冲着你 两腿中间 大腿固定他的两个肩膀 这样他就不会动了 拿这个牙刷 这样去给他刷 这个时候小孩哭是很正常的 那没有办法 但其实我们家小孩现在 平时已经不这样哭了 哭也不理他 就一定要刷 他叫的时候啊 他嘴张他越大 那你刷的更清楚 然后你看那个手了 我会拨着他的这个上嘴唇 这样把牙齿露出来 就非常好刷 给他唱一些歌啊 什么刷刷牙刷干净啊 没有生的小孩 都看可能觉得很恐怖吧 但有了孩子 你知道给小孩刷牙 确实是一个比较tough的事情 就是我之前网上看一个 就加拿大的牙科医生他教的 好 刷牙就放开他了 说了就是那牙膏不用去再冲洗漱口 医生说就是少吃一点 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儿子已经长大 他懂事能站到水池边 让我帮他刷牙 然后我就顺便让他竖一竖 但对于特别特别小的小孩 其实可以不用数 然后对于更小的 比如说刚一岁出头一点 你刚给人刷牙 也可以先不用含浮的牙膏 可能等到18个月以后再说 这些吧 就是你听医生的 我今天主要分享 就是那个姿势 很多家长很苦恼嘛 小孩就是不听话 没办法刷 Hello 我今天要给儿子剪一下头发 从来没有去过理发店 我都是在家剪的 就剪的不是特别好 但是很方便嘛 你自己想什么时候剪就什么时候剪 也不用怕小孩不乖 剪头发需要几样东西 一个就是吸尘器 那我用这个理发器 其实是一个朋友送的 其实是菲利普的这一款 这一款我一般推荐吧 如果你们有自己喜欢别的牌子也可以 这款别的倒没有什么 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前面是有这个 有个塑料的卡尺 就可以调你还有多长 但是就是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塑料的一个轴 然后非常容易断 我这个其实已经断掉了 然后我又拿那个就是502 那种东西给粘上了 这样的一个 就靠这个塑料来固定 这边这个是我自己粘上的 像我一般都是两三个月剪一次 我不会给小儿剪的太短 美国这边就不太理性 给小儿剪的特别短或者秃头 把小儿剪秃了 别人可能还以为你小孩得什么病了 另外呢还要准备一块就是毛巾或者浴巾 给它围到这个身上 能稍微挡一点头发 就是在我这个养孩子地方剪 浴室里面剪的 就是剪完之后直接去洗澡 像我儿子长大了 就让他直接坐这个椅子 小宝宝有专用的小宝宝椅子 可以用小梳子辅助一下 然后今天就用一毛巾吧 头发时候一开始不要太短 给它留长一点 就你先大概剪一个形 然后看哪个地方需要短呢 再把这个卡尺调短 来低头 这不疼 我儿子真的是很乖的宝宝了 有的小孩肯定都害怕 有时候不是一次性能剪得特别好 前面可能就有点丑吧 但是没关系 长两天就会好一点 好 我们洗个澡吧 最后把这个吸一下 就是这个swiffer配干纸巾 才是擦头发的力气 哈喽大家 又是一个家居好物推荐 因为我正要黏这个 所以想起来马上跟你们说一下 在日本超市买的 是那种就是防止地露上黏头发的 这就黏好了 它非常黏 就绝对不会掉下来 然后每次洗上面都好多头发嘛 我就拿一张面筋纸垫着 把那头发揪走 然后过一段时间就换一个这个 就是不是每次洗完都要换的 还有那种小的 就这么大的 根据不同的样子吧 那胡见啦 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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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